亞綸哥他是非常非常照顧我 然後他也跟我分享很多 他的經驗 對 那其實還是 我自己的部主 然後造成大家的混亂 所以你有什麼 我就沒有 顏佑婷拉出千層愛心 技能UPUP IG沒被顏亞綸追蹤 連我都想推自己 你昨天是有投資的 跟阿布啊 經驗的工作耶 就是 手邊先幫你說 請假一個月緊收的顏佑婷 現在吵回啦 已經從小屁頭 進化到千層愛心了 感覺全心全意拿鐵 回歸之日不願意喔 我們的拿鐵 由又婷這個專屬 幫你們拉花 好像屁股啊 其實我自己是 很有感觸 因為我從一開始完全 那個奶泡完全打不出來 我每次到 他都直接流進去 完全沒有任何擺設 到後面慢慢的 有東西出來 然後 我對你這樣講 就看起來很奇怪 還是什麼 慢慢開 推出一顆屁頭 然後不是整個愛心 然後到愛心 到大家在節目上看到的 然後到後面 我有練了 我可以抖滿 然後讓它變成千層心 然後還有熊 熊我自己拉 第一次拉出來之後 我自己真的充滿成就感 因為我一開始 我真的覺得 我怎麼可能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我 我會覺得 我 我真的很笨 然後當時我真的也很挫折 網路上很多 不管是好的人 壞的人 那好的人很多 大家就是有相關經驗的 會跟我分享他們的 比較有效率的方式 那也有一些 比較強烈一點的留言 我真的都很認真看 然後 我當然會不會講信 但我覺得 我會想把這些話 都記到我心裡 說真的 大家會講這些 真的也是為了我好 那我 因為不想讓大家失望 這也沒有很合適 是不是跟這個 亞綸說 你覺得他IG沒有追 我也是看到新聞 我才注意到這件事情 但因為這陣子真的是 很專注在 對 很專注在打工 跟精進自己上面 然後還有自己生活的體驗 亞綸哥他是 非常非常照顧我 然後他也跟我分享很多 他的經驗 對 那 其實還是 我自己的不足 然後造成大家的困難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我就沒有 沒有 OK 所以其實又婷在裡面 表現很髒 然後我也想推 我想 連我身邊的好朋友 他們都想推追我 所以 對 所以 那是說你了 那連我自己都想推追我自己 這個 很膩好 太太 很高興買去你 這不會很膩 不要嘗口的話 這是火箭的 這是火箭的 你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終於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 對我讓我們不開心 不開心 大家的那個喇叭 哇 那個飛機的 號號號號號號 大哥最怕的 他 還有憤怒怎麼在裡面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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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換你 我 我 啊 啊 啊